来求职的目标就是五八同城 婚恋交友项目的总负责人 找一个上市公司 然后我去负责一块 然后我把我的业绩做好 最后我接CEO的办 陈浩 25岁 湖北人 厄东职业学院 市场营销专业大专 我叫陈浩 来自湖北黄岗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个 当地的集团企业里面做副总 然后我因为我热爱的婚恋交友项目 而选择了辞职 我设计的婚恋交友项目 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比目前主流的三大婚恋交友网的模式 更贴近客户 更有核心竞争力 目前已经在多个城市运作成功 今天我的求职意向是 五八同城的婚恋交友项目的负责人 谢谢大家 三位老师你好 你好 陈浩 那你干嘛来这找工作呀 你就直接把你那个特别成熟的体系给卖了 不就完了吗 其实每个人活着 他的每 就是活着的价值 你的目标 我觉得跟这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16岁给自己定的目标 就是做上市公司的CEO 那么做上市公司的CEO 等CEO退休了我上 第三个的话就是 跟一个老板 这个老板很有前途 然后我跟着他 我去创造价值 他将来也想做一个上市的企业 然后他退休了我上 我觉得就这条条路 所以我选择过来 找一个 能实现我16岁定的目标 这样一个企业 来实现我的价值 所以你是在等着姚信波去世的那种 稍等一下 我不太了解你们公司 五八同城的CEO是谁啊 是你吗 对 就是在下 我觉得是这样的 刚刚那个话应该这样说 看我的本事 我能不能让他信任 能不能创造价值 让他觉得我可以接替他 不是 不是他选择什么在退 而是我做出什么成绩 让他来信任我 他再退 你了解说五八有多少业务吗 陈浩 你 不是不是 帅哥老板 有点别扭 有点不容易 尹峰 你别着急 我老叫他呢 你旁边那男的听着别扭 好吧 那你叫陈浩一 你叫陈浩 好听 你叫陈浩一 你叫陈浩二 你刚才上来自我介绍说 我设计了一个让三大婚恋网站 都逊色的婚恋新模式 没错吧 没错 这是你说的吧 对 所以我就问 What 请讲 我这样讲了 目前三大婚恋网站 它虽然它的核心价值写得很好 但是它主要是提供平台 而我的核心价值是提升中国人的爱情的幸福指数 这就不是商业模式吧 这是一个结果 少用一些行动 我提醒一下 第一你告诉我顾客是谁 第二个你怎么找到他 第三个你怎么赚他的钱 好不好 我的顾客的话是两个点 第一的话就是一样那种单身要找对象要结婚的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走的同城加盟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第三点 那些想让自己的爱情上有一些就有一些问题的 然后的话给他进行一些辅导这一块 主要就是三方面的吧 但这些我们也都在做 怎么讲了 就是我刚刚说了 只是培训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点 你就直接说你那个大点是什么 你就把你那个核心看家里的东西说出来 咱们把这个问题再小一些好不好 在你的简历里 你曾经做过好长时间什么婚纱摄影什么的事 对不对 对对对 没错吧 对对对 来 文君提问 这就是专门做婚纱摄影的 我看他那个详细资料里边写过 曾经做过一个案子是吧 针对人群的是没有另一半的人 你就可以让他去提起来一订婚纱照 对 是吧 这案子的细节能不能讲一下 我非常感兴趣 要不这样 就是你作为客户 我现场让你订 可不可以 好 我是 我是 那个上张可以 我是 我们现在有一个案子 就是说是叫订婚纱 送一个老婆给你 也就是说我们要单身的时候 就让你先把婚纱定了 然后你先 我定婚纱 你给我送女人 对 OK 我现在是 你现在过来咨询我这个 好吧 我说实话 我对这样的项目 我咨询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但是假装我有兴趣 好 就一个人慌呢 对对 我多大岁数 你看你自己多大的 我40 我40 你长得这么帅气 你真的长得这么帅气 这么有气质 那你为什么没谈到朋友 你骗我 你肯定是骗我的 真的 要求太高 要求太高 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 找女朋友嘛 有时候你要站在一个平台里面 让更多人能看到你这个 你的选择可能多一点 我们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过来之后 首先我告诉你 第一 你只要报名 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告诉你 每个月你都可以免费参加相亲 然后的话 还有每隔一个星期 当你疲惫很累的时候 你回到家躺在床上的时候 灯灯灯灯 你打开手机 我给你发了两个 什么小敏 25岁 他的折耳对象是什么 稍等一下大哥 这是合法的吗 所有的客户是 瘦了床 我们才能发 没瘦床 我怎么能发呢 他的条件刚好 你符合我 那你为什么都是半夜 发这样的信息呢 这只是我与你沟通的情况下 你回家很累 累的时候 因为你白天上班嘛 我怎么能打扰你 你要想象 要体会那种感觉 很累的时候 你又没有对象 忽然短信来了 灯灯灯灯 一打开 小丽 28岁 折耳标准 刚好跟你一样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那种感觉我觉得是 我们两个要犯罪 这是第一 你现在跟我要多少钱 你现在只用付 1000块钱的定金 1000块钱还是定金 这所有的东西 你都免费参加 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 你不 你还结不了婚 十年你免费全部参加了 我还把这些东西服务全部给你 大哥我想问一下 你究竟是 卖婚恋服务还是卖保险呢 十年 十年如果您还活着 我给您还回来 他这个我觉得思路倒挺有意思的 他是说把婚纱摄影卖给单身的人 对吧 是的 我理解是这样 但是我怀疑就是说 你这个创意的比较 我怎么觉得爱情这会被这样包装 或者是矫正过来之后 是真的爱情吗 但是我怀疑就是说消费者不认可 为什么 我订婚纱的时候是两个人一块订的 我现在我一单身男的 我订你那婚纱 我还不知道我老婆在哪 我找着老婆了 对吧 比如说尹峰这样的 对吧 要求特别高 那我原来是屌丝 我订那婚纱不行 对吧 然后这不就泡汤了吗 订就白交了 一千块钱白交了 因为今天我说了 时间有限 可能你们只是站在一个面 我无法详细地跟你讲解 你当然可能只会认识一个面的问题 但是尹峰我觉得你要算好成本 人这一生中啊 一千块钱 给你的机会总是很有限的 这个足够了 你现在有四十分钟展示 你现在你就抓到几个点 因为再听下去 我们可能都要撤了 对吧 你先你就 来 陈浩二 那个 其实陈浩 我特别喜欢陈浩这个名字 这么同名啊 我一直忍着 我说相间和太极 我想坦诚地说一点 今天这挺乱的啊 你以前的技能是在刘总这 对吧 刘沙摄影 然后你呢 又有一个创意 是木总这 最后你的目标是姚总那 你能先跟我讲 你的线是怎么穿起来的吗 你老说我们没有看清你 用两句话 好不好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首先能清晰准确 简单明了的 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 开始 前天第一条 前天我去五八同城的 首先跟他大巴司机在聊 然后跟他的门口的员工在聊 最后跟他前台在聊 我得到一个重要的消息 会念这一块 五八同城 做得不是很好 然后的话 我给你得到重要的消息 姚金谷要退休了 来 你说完 当时我的一个助理就说 那就换 换就是木总那 助理啊 那你叫助理 今天也来了 好 加油 如果请你的话 连助理也得请一起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 就是说 当时我的助理就说 去 就是说百合去看看吧 去了解一下吧 我说 我刚好看到的是机会 我建议 姚总这一块 不要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块的市场 蛋糕其实很大 其实其他的商业模式 他们也是在探索 第二点的话就是 百合网 它的商业模式已经很成熟了 做出改变是困难的 所以五八同城不一样 它是分类信心王 这个不是它的核心业务 那我去 我可以去 大好的去展示自己 所以我选择了五八同城 对 五八的婚恋业务做得很不怎么样 需要提高 你为什么要来五八 你有什么 你自己个人的特质 适合做这个事情 你得赶紧一分钟把它讲清楚了 其实这里我说了 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就是我说了 我今天说的 我那个婚恋项目 我说了 已经在几个城市成功了 我现在也在赚钱 然后客户反应都可以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一定要站到一个点 然后非要 用你们非常专业 所谓非常专业的一面 去来 陈浩 陈浩 没有 是这样的意思 陈浩你不要误会 不要误会 其实呢 我只想跟你澄清一下 刚才你谈了很多呢 看上去是一种 培训这样的模式 其实培训呢 一个人就可以做了一个公司 它可以是盈利的 这个很简单 但问题是 当你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里面 你要考虑它 如何去规模化运作 培训就不能够 规模化运作的 很难的 尽管他整个口热悬河 头头是道 可能在他那个小天子当中 有的时候能忽悠一两个人 但今天来这儿真的用错 用错地方了 我做加盟 一定是我有一个成功的点 比如东方英 我有一家店成功 每年赚到钱 那我需要多少人 需要多少仇辱 然后我说我告诉你 一年有25%的利润 好吧你来加入吧 然后按那个模式去copy了 单店模式 你的单店 你要说一下你的单店模式 你不能说我怎么去忽悠 卖加盟不对 那是忽悠 我觉得不对的 单店怎么赚钱 他对于加盟商来说 他的目的不是赚钱 我必须要把 那是什么 那这个商业来干嘛 你得告诉我们 听半天都听了那么久 还不明白你怎么赚 你是不是不愿意讲 你好的商业模式 不怕被人抄的 你不是一个点子 是一个商业的模式 这个不要当做商业机密 你呀 不要当做商业机密 这够不成商业机密 你别把事 你把这事想得推复杂 我经常跟我的下属讲 兄弟 我特想跟你站一块 回答问题 你知道从我刚才 问那个问题 我说这三间的这个 线里是怎么穿的 挺简单的一件事 然后我 你别想说那么悬 我们听得懂 就一句话说 你今天我来求职 特别想跟哪家企业说的 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姚总 你知道比尔盖斯 是怎么成功的吗 姚晋波 坐好 你坐好 你看着他的眼睛 这个问题很好 我想给这个 看他怎么好 再接吧 这个问题很好 比尔盖斯当初 像我这么年轻的一样 他没有想过成为首富 也没有想过说赚多少钱 他一找那个老板 被拒绝了 然后他决定创业 对你们老板来说 对你们老板来说 丰富的经验 就像一把双刃剑 既能让你提高工作效率 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同时 你也会因为你过去的经验 来对我进行 过去所经验 做出的判断 我就说这么多 听得懂 认同 不认同 是你们的事 赵刚老师 我觉得可以选择了 可以选择了 听懂听不懂 来12位 去或者留 陈浩 一 选择 非常好 冲着姚进波来的 姚进波要多听一听 天生我有难 来 进波到了你提问的时候 陈浩 我觉得 我看了你这篇简历 很厚 大概都有50页了 很多奖章 很多经历 很多讲座的照片 所以我觉得你是 有一定的才能的 你只要证明我一点 就是说你能进入这个企业 干一个哪怕是忠诚的岗位 你进入了这个企业的话 你有很多的时间 向我证明 向别的老板证明 对呀 你有这个能力 我绝对不可能在40分钟 去招一个事业部的总经理 你要说服我 你能进五八的话 你能做什么 我希望我还是 能去做婚恋交友 这一块 我希望姚总真的 不要放弃这一块的市场 另外的话 因为我现在手上 虽然我没有据车公司 手上的确有一批客户 然后的话 我也需要去 去维护他们 另外的话 刚好我做的也是同城 我觉得资源真的可以共享 你可以先把我当作一个区别干部 做出成绩 你再提博 这都不要紧 重要的是我需要这一个平台 我需要你给我机会 仅此而已 我来了 结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努力了 OK 我觉得资源他这段说得很好 如果他上来就是这么说的话 可能那个结果会好很多 这个五八是一个平台 是一个互联网的平台 如果说我要找一个 改造我们相亲在线频道的 这个人的话 我肯定会找一个有经验 对吧 做个互联网产品的人 对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要做这个岗位 能力 第一的话 我的一个创新能力 还有组织能力 演讲能力 这些我觉得就是一些 还有影响他人的能力 我觉得都是还是可以的 假设你进互联网企业 你觉得自己现在身上的硬伤是什么 我缺乏一些 在一些非常正规的 大型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些经验 二的话就是说 对互联网这一块 技术这一块 我是不是很擅长 不是很擅长 专业的技术这一块我不懂 但基本上怎么去做 大概讲我是听得懂的 你不懂专业技术 但是怎么做你懂 因为我也不是在 听得懂和懂 不是 我想说的是懂就是懂 不懂就是不懂 咱们又不是天使 你又不是长翅膀呢 对不对啊 懂 我说我懂 这个懂吗 不懂 是的 我不懂 好 我骄傲 不就完了吗 好 技术我不懂 有啥呀 对 要绕 好的 好不好 最后回答一个问题 心金的要求 你既然找中高职位 你提的就一定是年薪 对 大概三四十万吧 年薪 CEO啊 不是 就是一个中层干部吧 中层干部 对 三十到四十万的年薪 对 好 因为现在只剩五八同城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陈浩的手里 姚锦波选择 姚锦波有什么话跟你说 我为什么灭这个灯三点 第一点就是说 你的职业化烧钱不够 就是你没有在大公司工作的这种精力 第二点 这个你的在线这块 你的产品呢 这个创意能力 没有说服我至少 第三 第三点 你的优势是在线下 是在offline这一块 各个地方 对吧 但是你没有说明 你这个线下和我把这个线上 怎么结合起来 所以目前基于这些判断 我们不能给你这个岗位 但是下来你还是可以找我来 沟通一下 到公司 今天我上这个舞台 接下来只会让我更加努力 我会用实际行动 让各位老板来认同我 今天谢谢大家 起来 加油 一些意见 好吧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